喂 老婆 我到了 我在商场门口里长椅子等你啊 好好好 不着急啊 拜拜 哎 哎 手机 谁丢手机了 手机 这谁丢手机了 喂 喂 你好 二驴子 我不是二驴子 我跟你说啊 他把这手机丢在这个商场门口的长椅上了 被我捡到了啊 哎 你要是认识他啊 麻烦你通知他 让他到这来取手机 我在这看着 好不好 行行行不客气啊 哎哎呃不见不散 好好好 哎 再见再见 二驴子 这人也够二驴子 这么好一手机就搁这不要了 哎 喂 喂 你到了吗 我到了 我到哪了啊 商场门口的长椅啊 那我在这儿呢 哎呦 你还真手实 啊 你最近还好吧 好好 你工作忙不 不忙 最近天凉了 你得多穿点 不然回头感冒了 我该心疼了 你咋还寒暄上了呢 大妹子 我 哎 是你啊 我跟你说大妹子 那个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 咱们直奔主题啊 哎呀 这咋还来了个集体系的 成 那我就不扯那些立根愣了 直奔主题 哎呀最好了 咱俩啥时候结婚呢 你想什么时候办酒席 办完酒席以后要不要孩子呀 你想要男孩 对对对 等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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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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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 这怎么结婚生孩子办酒席都出来了 不是大妹子 你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 就是你 你好好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就是你那个 最最最最喜欢的 小嫩草 你就是我 最最最最最可爱的 小鲜肉 大妹子 大妹子 你别老动手动脚的呀 我不认识你 你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人 咱俩不是网友吗 虽然我也没见过你 虽然我也没见过你 你也没见过我 但是咱们俩都网恋半年了 不是你说该见见的 我这不才来的嘛 大妹子 我跟你说啊 这事误会了啊 我等的不是你 我等的是二驴子 哎 哪个女网友的名 能叫二驴子呀 什么女网友啊 这二驴子 这二驴子是男是女 我还真不知道 不是我说你啊 小鲜肉 你说男女都不知道 你跟人见什么面 你跟人见什么面 你见什么面 你见什么面